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染丝 墨子出游路过一个染行,看见有人在染丝,感慨地说 雪白雪白的蚕丝放进青色的染料中,就会变成青色 而放进黄色的染料中,则又变成了黄色 染料的颜色改变了,蚕丝的颜色也就随着改变 蚕丝染了五次,它的颜色也变换了五次 因此,在染丝的过程中,不能不小心谨慎啊 不但染丝是这样,就是社会国家也像染丝一样 社会好比一个大染缸,五颜六色 人要与各种各样的人、事、物打交道 真假、善恶、美丑 无时无刻不对人的思想产生影响 因此,应该逐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 增强分辨事物的能力 注意来自客观环境的影响 把握自己,既不要人云亦云,也不要随波逐流 我们来看看她的表情 然后甚至没有任何人云云,也不要随波逐流 雷对马津